大家好 今天的粉丝的问题是 我抢篮板 在空中 对方一只手夹住我 我估计是可能是夹到了手臂 这可能是抢篮板 在抢篮板的过程当中 抢篮板拿住球 对 可能在空中 他的手臂挂住他了 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问题是 这样对方犯规吗 这肯定犯规 因为在抢篮板过程当中 大家都是圆柱体 都是圆柱体 这时候大家都是好球 但是如果你侵入他的圆柱体 不管你是动作合理的下落 还是任何的 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那你都是犯规 因为你看到 你夹他的臂 你就已经侵入到他的圆柱体了 所以说 这种球一定是犯规的 如果下次在野球场上 你再遇到这种情况 把我的视频拿出来 跟他说 你犯规 哈哈